今天咱们来关注海军科技的话题 最近在欧洲有两艘新巡防舰即将下水 分别是英国的26型和法国的巨浪级 它们各有怎样的特点 又会在各自的海军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不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本期节目由国家冲突特约赞助 国家冲突是一款大型在线PVP军事策略游戏 在这里你需要打造你的军队 以应对风云变换的国际危机 从坦克到喷气战机载的核潜艇 记住你的野心只能靠钢铁来实现 在这里你可以与最多128名正人玩家同场经济 而有人就会有江湖 你可以与好友共主联盟抵御强敌 而敌人也可能对日渐强大的你发动包围网 在这激烈的对抗中 如何利于不败之地 需要你的尽心思考 国家冲突采用多平台兼容政策 一个账户可同时登陆PC和手机端 让你随时随地运筹为我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从现在起 只需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获得13000枚金币 和一个月的高级会员 限时30天有效 还等什么呢 快乐迎接你的战略挑战吧 2005年的时候 英国国防部提出了一项 未来水面舰艇计划 当时称为持久海上对地战斗能力 简称SRCR 希望在2020年代 建造一种较为简单 且运作成本相对低廉的远洋寻防舰平台 用来替换日一老旧的22型和23型 在SRCR当中 有个分出圣中指概念 分别是CE反潜型 CR通用型 以及C3海洋巡逻型 其中CE的档次最高 吨位最大 主要用于中大规模的正规作战 能够作为舰队主力 遂寻远洋反潜 对陆攻击和资源 两期作战等任务 2010年英国国防部将使该年定名为泰宝6城市级 并与承包商BA系统正式签约 打算一口气建造13艘 不过很可惜啊 最终因为钱的问题 被削减至8艘 且8艘都是CE反潜型 CR和C3被完全放弃 平均每收26型的单价 估计约为8.81英镑 这个船不管是模型还是实物 乍一看都给人一种心宽体旁的感觉 这种感觉当然是有道理的 首先是因为26型的满载排水量 达到了惊人的8000吨 其次是因为它的长度为149.9米 但宽度却有20.8米 长宽比只有7.2 舰体的长宽比越大 说明舰体越瘦长阻力越小 也就越容易跑出高速 反之则是四航性越好 舰内空间也越大 26型选择的低长宽比 正是为了强调它的远洋需求 为此舍去了一定的航数 其动力采用了柴栏联动加半电推系统 高速时一台MT30燃气轮机 直接驱动双轴推进器 巡航和反潜时时的关闭燃气轮 有柴油发电机推动 26型的里人坠的航数为28节 续航力7000海里 致辞力60天 接下来看到的征收设备 很显然其主桅杆传承至四股型 不过作为一款2020年代的新建 它似乎没有过于追求隐形 桅杆附近能看到不少的突袭物 而在桅杆顶部 曾经标志性的大球 被体积小小的997型三座标 多功能雷达取代 这款雷达乘用S频段 天线转速为每分钟30转 对空监视距离为200公里 能同时追踪800到900个目标 在严重电子干扰的情况下 仍能提供精确追踪与监视能力 可靠度是上一代996型雷达的5倍 当然做一款轻型雪人转阵 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价格低廉性能够用 除26型以外 女王级海洋级和阿尔滨级 等一大票皇家海军的舰艇 都装备了这款雷达 而在防空武器方面 26型混搭了两种不同的垂发系统 一个是英国字眼的海兽体 好听一点的翻译叫做海上拦截者 共有8组6连装48枚 这个导弹作用于近距离点防空 跟海麻雀很像 不过它的体积 要比已经很小的海麻雀还要更小 长度3.2米 但近16.6厘米 重量只有100公斤 而在体积小的前提下 它的性能并不差 最大速度3马克 最大射程25公里 已经接近直挽15的水平 尾部还设有4个导流口 可进行高过载机动 唯一的缺点是 它的发射装置看着很奇怪 在R3型上也有装备 就是舰交前面逼炮位 那一堆长得像火柴头一样的东西 而发射方式更是采用了 西方国家中少见的冷发射 不得不说 大英帝国的设计 有时候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据说海兽体 本可以整合到Mk11或者C2瓦系统当中去 但在R6型的设计图上 似乎没能实现 所以它依然带有 独立的4管8链砖Mk11 预计装点常规的防空母系外 未来还将整合欧洲导弹公司 开发的CVS401 超音速反舰入空飞弹 这个弹是目前暴风已导弹的替代者 整体设计高度隐身化 装备性性连续暴震波引擎 最高速度5马克 巡航速度3马克 除主战斗部以外 还能携带两枚40-50公斤的无动力子弹药 能在命中前释放 增加对目标周边的杀伤 显然反空能力并不是R6型的强项 它的技能点都加在了反潜上 其圣纳系统 沿用了R3型现代化升级后的配置 既R150舰格升纳 加2087型拖曳式阵列升纳 R2型的性能都属于保密级别 但据推测 其探射距离都能达到70海力以上 并且具备障碍物和海洋动物分辨能力 去年夏天 R23型就是用这套反潜探射工具 在南海发现了中国海军的093型攻击核潜艇 如今R6型的静音效能和供电效率 都要远胜R3型 跟鲁13中反潜能力的发挥 在R6型的舰尾设置有一个大型起枪甲板 大导能操作一架重型的CH-47运输直升机 当然平时这件反潜落实 它主要携带一架EH-101 和一架AW-159反潜直升机 而主机库的右侧 还是有一个专门收纳无人机的小型机库 可见其综合航空反潜能力异常强大 而在机库的前面 R6型的多任务仇载舱端 平时可停放4艘硬格式充气快艇 易可根据需要 换成10个标准集装箱大小的任务模块 扩展诸如医疗特战反水雷等能力 易可一股脑搭载反潜浮标和浴雷 进一步提升反潜战力 在建造过程中 R6型采用了VR建造法 实施渲染出军任各部位的 全尺寸3D数位模型 而来自不同单位的设计者 使用穿戴式设备 便可在船中随意走动 检视各项设计细节 这就大大提高了 系统工作的效率 比如导弹部门 可以与电力部门 共同商讨供电系统的布局 并免了重复设计的麻烦 也就是说 当你还是用VR眼镜 看小黄片的时候 英国生士们已经拿它造起了军舰 目前二流行的首批前三艘 已经开工建造 第一艘格拉斯哥号将于近日下水 并且它还拿下了 加拿大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的订单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英联邦联合巡航舰 和英国的8000吨反潜巨舰不同 法国海军的新巡航舰 选择了一条更为清型 但也更为全面的道路 众所周知 现代海军的隐身化浪潮 是由法国的拉法叶级开启的 而宿舍的隐身设计 并然伴随着缺点 拉法叶为了隐身 将大部分的装备收入舰艇 导致内部空间被大量挤占 加之本身的吨位较小 也就极大地限制了 其综合作战能力 在服役30年后 当初看似新颖的设计 已经越难越难以适应 日益复杂的作战环境 到了该更新换代的时间 于是就由FDI巨浪级巡舰 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被叫做罗纳克海军上将级 巨浪则是它外销时的名字 不过后者显然更简洁 所以咱们接下来 还是称呼它为巨浪 至于前缀FDI 则是防御和干预的意思 意味着它要具备一定的 殖民地打砸属性 其满载排水量大约4500吨 比拉法叶大了一圈 而得益于高度的自动化 全舰只需110人即可操作 同时预留有50人的额外空间 局主输出度应该是不错的 并且与当年拉法叶识破天惊的隐身化一样 巨浪级在造型上 也有一个识破天惊之处 那就是其独特的穿烂型舰手 触看之下 它像是DDG1000的小弟 但细品之下却又有所不同 巨浪级的舰手没有完全的内情 而是加了一道折线 搭配上突出的舰壳神纳 更像是一艘早期的铁甲舰 根据法国海事集团的说法 之所以会有这种反主鲜香 主要是为了在去保隐身线的同时 减少新波阻力提高航数 而这种船型上的突破究竟有多大 我们无法确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 巨浪级的航数并不算高 只有区区的27节 续航力也只有5000海力 这主要是由于它没有装备燃气轮机 仅靠4台MTO柴油机做拆散联动 这样雷落的动力换成任何船型都不好使 但也能理解 这是为了省钱不得也为之的做法 目前每收自用版的巨浪 价约为4.2亿美元 以法国货来说算是相当的便宜了 而既然省了动力 征收方面就不能再省了 这次巨浪用的是法国最新一代的综合桂杆 内部整合垃圾坦上被砍掉的海火500有缘相控阵 为将两座航空管制雷达 一套周边环境监视主舰 一套电站套件和卫星通讯系统 10月17日 首舰罗纳克号下水的当天 就完成了桂杆的整体吊装 集成度非常的高 而这个海火500XMAS波段四面阵结构 每个阵列的收发单元约为2500个 制造商泰勒之声称 其是欧洲第一种全数字化的相控阵雷达 能够依据载舰尺寸来调整天线组舰的数量 适用于排水量4000到7000吨级的水面作战舰艇 同时任何还可以通过软件刷机的方式 大幅提升效能 目前其对空搜索距离达500公里 对海搜索距离80公里 能够同时追踪800个海空目标 仅靠单面阵列就能同时引导8枚防空导弹 对4个目标发起攻击 同时还具备对隐身目标的探射能力 其实际性能比亚基坦基的5000座雷达 要高出一大截 而在武器方面 装备有一门超快型76快炮 8枚飞鱼反舰导弹 两座20毫米武器战 尾部机库可隆纳一架重型直升机 加一架小型无人机 剑壳声纳和拖翼声纳也样样俱全 防空火力上 使用的是希尔瓦A50垂发 可以填装直往15核30防空导弹 这里法国自用版和希腊出货版有一点区别 前者只有16个单元 并预留16单元的安装空间 而后者则是一出身就带满32单元 火力更为强大 这主要是因为巨量在希腊海军中 要作为主力舰使用 其实原本的希腊版 甚至还具有发射暴风影巡航导弹的能力 但由于遭到土耳其的抗力 法国最终选择阉割掉了这一功能 目前法国海军供订购了5艘巨浪机 希腊那边则是3艘下单 另外保留1艘的选购权 在上一回合的外销舰艇较量中 法国的表现并不好 6000吨级的主力防空舰打不过意大利 西北风舰卖给了埃及 潜艇又被昂萨同盟给坑了 所以这回他们应该是打算用相对廉价的巨浪 具想4000吨级中档巡航舰的市场 至于能不能吃得下来 最终还是取决于成品的零售价格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的进展 最后再次感谢国家冲突对本节目的支持 从现在起 只需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获得13000美金币和一个月的高级会员 还等什么呢 快乐迎接你的战略挑战吧